相对的俄军似乎是面临武器装备 越打越少的局面 现在连老古董的战车都要拿出来使用 被外界所发现就是这台762 也要进入乌克兰的战场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三个月的战争当中 俄军包括T72、T80、T90都被乌军给开灌 现在再把老古董的T62开进战场 要请教余将军 这到底意义何在啊 这么老的战车开进了乌克兰 能够发挥多少战力呢 因为只剩这个了 这个T62的战车 大概都有一甲子的年纪了 我们以前说武林高手练武功 是时间越长内功越长 可是战车不一样 战车是摆得越久实力越弱 它的火径的口炮115公里 比起一般的西方的火炮要大 我们西方以前都是105公里的火炮 像我们永虎战车是105 它当时就是为了要克制冷战时期的西方战车 所以我用115公里 就大你10公里 可是战车炮 你做到115公里以后 它就是滑膛 没有膛线 它没有膛线 所以说没有膛线 你就要用更精准的导引方式 你要用更精准的推进方式 可是它没有 它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了这个115公里的火炮 那这个火炮当时在冷战时期被戏称为大而无用 火炮很大 人家是105 我是115 可是你的精准度很差 它的精准度比这个M60系列 还有我们CM11永虎战车系列 那个差了10万8千里 我打一发命中 它可能要打两发 甚至第三发才会命中 所以它是以量取胜 那这种战车后来就被就慢慢被取代 可是做了很多 为什么做了很多 因为它很好做 我们的战车前面那片钢板就在正前方那片钢板叫做锻造 什么叫锻造 就是打铁 你看以前古代打铁 那铁匠就叫锻造 把铁烧红烧热 然后打打打加压 然后再烧热再打 它就有很强的延展性 那这样子弊弹的功能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复合材质的装甲 但是它是采用什么 铸造 什么叫铸造 灌模 就是灌模 我做一个战车车体的模 然后把这个铁烧热了以后 把它倒进去 然后冷却就变成这样 那那种它没有延展性 虽然同样是4公分以上 甚至5公分的这个军职装甲 可是呢 很好打穿 因为它没有延展性 你只要是锻造的战车 正面反装板非常打到 它会凹一点点 但是打不穿 那只铸造的 那没有这个本事 一打就穿了 就一打就穿了 T62就是这样的战车 所以说它很好做啊 可能这个M60A3 做一辆可能要花两到五天的时间 它可能一天都做一辆 因为直接就灌起来了 所以这个状况就造成了 当时整个包含了苏联体系里面的士兵 他不相信这款战车 所以为什么都封存 然后现在 那时候都不相信 现在的二兵会相信这个老战车吗 当时不相信 当时不相信 现在更不相信了 只有这个了 只有这个了 只剩这个了 天哪 那二军士兵想说 这个古老战车我还能用吗 我怎么用 会吸引很多军事米来拍摄了 因为这种战车一夹子了 这很少才出来走了 可是有个问题 它跑得很慢 它的最快的速度 每小时50公里而已 那你现在 你它之前的T90 都已经到达8090公里了 它现在只是50公里 速度慢效率差 对那50公里是急速 就是我把所有引擎 撑到最高 跑最快是50公里 正常大概是25到30在跑 25到30 那多慢啊 你又不是跑马拉松 你跑这么慢干什么 对那你看 俄罗斯出到这种战车了 这表示什么 当你的武器越用越老 就表示你的装备越来越少 打不下去了嘛 你没有了 你没有了 你如果T80 T90这种比较先进的都已经被开灌 你看现在T90都在乌克兰的广场供民众这个观赏作为纪念 那这T62还抬出来要去打 T62连观赏纪念的价值都没有 因为太老了 它应该是在博物馆里面 那现在呢 你看乌克兰的做法是怎么样 它刚开始出来的都是传统的这个乌克兰自制的一个短型的反装甲武器 现在用到标枪 用到刺针 甚至现在用到什么 用到爱国者都要来了 所以它的装备是越打越新 它的火炮从传统的152火炮 现在打到M拐拐拐 它的火炮是越打越新 它的炮弹是越打越多 现在乌克兰只上一件脑筋而已 就是我的高专人力 我的军事高专人力 我不能不能失去 因为培养人要时间 我的火炮我的军员我的装备 只要各国可以军员给我 我无欲匮乏我也不用怕 可是人 现在就是在于说北约跟美国 它不会派人去帮你打仗 你一定是我装备给你 我弹药给你 乌克兰要靠自己的人去操作 所以这时候高专人力就很重要 飞行员第一 飞行员很重要 飞行员培养一个飞行员多难啊 所以现在泽伦斯蒂讲 我最重要的资产是我的飞行员 因为飞行员要整个捍卫乌克兰的领空 有领空地面才能作战啊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 在盾内斯坑跟鲁干斯坑 这个乌冬会有这么大的 那我们可想而知 如果派出这么老的战车 那显然俄军的士兵 可能战损会更严重啦 因为他铁定是被打的份了嘛 根本就不敢用 只有被打爆的份 根本不敢用嘛 我这些装甲兵 我进入军中的时候 我前面的几T开的是T90 我现在开T62 这要我的命吗 越开越回去 对 这要我的命吗 而且呢我讲嘛 当你开到比较low的战车 上战场的时候 你的士气就低调了 你的士气就差了 T90M都被打爆 我开T62是怎样 速度更慢又跑不快 对 难道有这个时候 一级古迹的保护法 人家不会打我吗 人家一样会打你啊 就算你是古董战车 一样照打啊 所以变成他的士气越来越差 所以为什么 泽伦斯基一直在讲一件事 说未来 鲁干斯克跟盾内斯克 这两个州 我们需要更多的兵力来支持 因为乌克兰的战略方向 已经改变了 乌克兰从2月24号到现在为止 他的战略是什么 防守 我不攻击你 我只要守住就好 现在乌克兰你改变了 我要把你俄罗斯 把我夺走的土地 我要一寸一寸要回来 他已经转手为攻 那攻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打回俄罗斯 是把俄罗斯的士兵 打回俄罗斯 我的领土要进空 我的领土要要回来 所以你要从守变成攻 那乌克兰势必他判断 我需要更多的兵力跟武器 那也会更惨烈 那可是呢 换句话讲 俄罗斯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可以凭他自己的力量 守住80几天三个月的时间 你俄罗斯第一个 土地不是你的 你是侵略者 第二个你的装备越来越差 你拿什么手 你拿什么跟人家拼 你拿什么毅力跟人家拼 所以未来俄罗斯 在整个乌东地区 会兵败如三岛 不但会把所有乌东收回来 你那两个独立的 那个州政府 鲁干斯克 顿内社独立的那两个 那两个国家 可能都会变相 为什么西瓜会大边 现在乌克兰变大了 俄罗斯变小了 以前靠俄罗斯没有用 那我干脆回归 所以这一刻 哲伦斯底打的不是如意算盘 这是极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呢 需要更多的援助 还有人员要够 所以他现在广招人 我要70万 甚至100万人 我才可以达成这个任务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难 应该做得到 如果有信任务 就要立即